現代人的生活是很快速有個伴侶 這事物對哪裡來就要讓人忘記了 當時的部長又少在浩雲 來開拍一個小小的菜餅 讓小孩自己做修農夫 自己種菜給自己吃 如果他們了解的事物對餐餅和飯的規定 是多年不簡單 現在等他們在料理實在當中 學校頂小的道理 一百十塊 小龍夫香到一倍還有一倍的蔬菜叫賣 淨加這麼漂亮的菜讓人料想不到 這是來自部長國秀學長用心快做出來的 差不多一個月 從每過種我們是用種子和土魂在一起 灑出去平均灑 然後再弄一點肥料 接下來差不多兩三天以後就開始發芽 原本大概一公分不到 那現在已經種到四四十五了 然後葉片每一片都有十 每一年年紀的學長都有些小的菜餅 好好老師創養他們利用不到的方式在境 為了各位一來 眾生可以滿菜來煮吃囉 可以菜可以菜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在重新再翻土啊 可以讓孩子呢 培養他的感恩的心 那珍惜我們這個 農產品的這樣得來不易 那也希望說透過這樣子 那孩子呢他能夠呢更認識 在這種時候能夠更用健康 更環保 然後呢更食安方面的這樣的一個觀念 來帶進他飲食的一個習慣 鳳凰另外一邊是丹到這些菜 就要跟其他食材作為料理 為餐廳夠參加 讓他們全聽了解 並且去體驗其中的道理 今天最主要就是慶豐收 因為小朋友剛好事件會得到第二名 所以我們就配合課程剛好做了柚子醬 又有那個蔬菜可以採收 所以今天就是要做食籠教育 向下砸根慶豐收 如果能夠從小扎根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輩子 我們大人送給他的禮物 我們都知道 健康從哪邊開始 從吃開始 然後可以自己做 就很清楚我們的食物的來源 哇我覺得這種課程太棒了 阿爸肯退路 走到長花邊 狗農的時代 真辛苦 在到多少日子 小朋友哪說哪做 博給你知道 希望狗友哪讓他們做小農夫 路在其中學生 竟然帶回什麼是頂小的道理 記得大英語重播道